大家好,我是娟摩利 鸡蛋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最常见的一种食材 也是非常的有营养 用鸡蛋可以做成很多好吃的美食 但是更受欢迎的是水煮荷包蛋 既营养又好吃 而且多吃了也不容易上火 但是很多朋友在家里煮荷包蛋 不是散花,就是煮出来不成形 那是因为你没有用对方法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诀窍 保证煮出来的荷包蛋 个个漂亮又圆嫩,还不散花 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 我是怎么做的吧 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毕竟鸡蛋是我们每天都要吃到的 一定要把它做好 让大家在做水煮荷包蛋的时候 像我这样煮出来各个软润又漂亮 首先我们根据家里的人口准备适量的鸡蛋 想要煮出来的鸡蛋软润成形不散花 第一步我们选鸡蛋一定要挑选这种新鲜的 像我这样用手拿住头尾 摇晃几下 里面没有咚咚咚的响声 就证明鸡蛋是很新鲜的 接着我们再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碗 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盐 再往里面倒入适量的长姜水 用勺子给它搅动搅动 使盐化开 然后把鸡蛋一个一个的放进来 泡到盐水里面 鸡蛋的表面有大量的鸡粪和大肠杆菌 所以我们在吃之前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 用我的左右手把它表面的灰尘杂质搓洗干净 每一个都要清洗到位 这样我们也可以放心的食用了 像这样清洗干净之后 我们再用流动的清水给它彻彻底底的冲洗干净 洗净后先放一旁背韵 接着我们再准备几根洗干净的香葱和一股姜 葱白部分我们切掉不要 然后再改刀切成葱花 切好后装入盘中 一股姜先给它切成片 然后改刀切成丝 最后切成小小丁 切好后装入盘中 先放一旁背韵 接着我们再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锅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长姜水 盖上盖子 开大火让它煮开 煮开之后再打开盖子 关火让它自然放凉一下 由现在的大泡泡变成小泡泡的时候 我们再准备一个稍微平坦一点的小碗 往里面加入一小勺长姜水 再往里面打入一个之前洗干净的鸡蛋 我给大家看一下新鲜的鸡蛋蛋清蛋黄 非常的明显很有立体感 像这样小泡泡快要消失的时候 我们再把打好的鸡蛋贴进水面 慢慢的往下倒 我们在倒鸡蛋的时候 这个水一定要保持静止的状态 这样我们滑下来的鸡蛋 才不会容易散花 形状也是非常的漂亮 一个一个的把它贴着水面放进来 只有这样滑出来的鸡蛋才会软润成形 现在用锅里面水的余温 让它表面定型 全部滑完之后 我们再盖上盖子给它焖两到三分钟 这里大家要注意 是在不开火的情况下给它焖 三分钟之后 我们再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鸡蛋的外围 基本上已经凝固成形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继续盖上盖子 开最小火给它煮三分钟 荷包蛋大家都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呢 今天我们做两种口味 一种甜的一种咸的 第一种往小碗里面加入适量的鸡精 盐生抽 再来几滴芝麻香油 最后来点迷人的小葱花 再往里面倒入200度的开水 用勺子给它搅匀 使调料化开 这个葱花卤水蛋就做好了 再来调一个适合女性朋友喝的 碗中加入姜末 红糖 再来一勺自家自制的糯米酒 再往里面倒入200度的开水 用勺子给它搅匀化开 这个甜酒水所有的女性朋友都适合喝 三分钟之后我们再打开盖子 哇漂亮的水煮蛋就可以出锅啦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水煮荷包蛋 上面的浮沫都是非常非常少的 轻轻的一推就可以推动 各个软润漂亮不散花 煮出这么漂亮的荷包蛋 看着胃口都变大好多了 然后再把它放入汤水里面 想吃多少就做多少 学会了真的很简单 特别特别的方便 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 今天煮的这个比较嫩一点 喜欢吃老一点的话 可以多煮一分钟 但是煮的时间不宜过长 太长了里面的蛋黄就容易发黑 吃着也不健康 这样做的水煮荷包蛋 既营养又漂亮 喜欢的朋友也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哦 谢谢您 好吃一做的家常菜 娟莉天天分享 谢谢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